大陸怎麼會出手救 大陸不想再被房地產 他們每一次在那邊叫叫叫 來控制 因為大陸已經認為說 他們的經濟發展 不能夠像過去一樣 依靠房地產的經濟發展 也就是說房地產不能夠構成 這個大陸經濟發展的一個 主要的成分之一 這個道理很簡單 因為房地產已經形成 大陸經濟發展的負面的功能 為什麼呢 因為它炒高了房價以後 它使人事成本 物價成本 各方面都升高 使中國大陸的競爭力 受到更大的威脅 美股就收黑 大跌 今天也不知道會怎麼樣 但是影響到了道琼的表現 港股其實之前有跌 反而是後來稍微回穩一點 但是事實上大家就在關心的是說 恆大出這麼大的事 大陸的政府要救還是不救 然後你就看到一堆評論 很多的分析 外資各有它的看法 來 老星 這個當然是 中國大陸發展一二十年來 你不能說它是小危機 它是一個大危機 可是它有沒有 Lemon Brothers那麼大 我覺得不到那個 就雷曼兄弟那麼大 我覺得不到那程度 雷曼兄弟我印象非常深刻 為什麼 因為他要倒掉的前一天 我在紐約 我帶著我媽去華爾街 去看金牛 去摸那個金牛 然後我就說 因為我媽他們在那個AIT系統 他們以前在AIT系統工作 特別要去看AIT總部 我就說媽 AIT沒什麼了不起 我跟你講那個叫雷曼兄弟 那個才厲害 第二天倒了 第二天倒了 你知道我媽媽說好厲害 第二天出事 我就搬到加州去 所以我印象很深刻 你知道嗎 但是Lemon Brothers 那個是怎麼樣 那是次代危機 那個是非常系統性的 然後帶了又再帶 所以對於一般民眾 還有整個房市的 還有保險業 整個被大綁架 那個叫做大到不能倒 但是恒大大 但是它是這個我們講說 市場力量 還有政府力量 可以去控制它的損害 它的損害是一定有的 可是呢 它只要做到兩件事情 就可以去處理 什麼處理呢 恒大還是有很多的土地 所以土地可以還債 第二個 它的這個繼續的那個建案 中國大陸政府是有辦法 找到人來接的 把它弄下來 所以它是會有傷害 但是是可以弄的 所以北京才會 所以花旗才說 北京不管舊不舊 有人說舊或不舊 但是它都是可以去控制的 一個危機 但是它是不是會造成 某個從事上的傷害 是可以的 但是中國大陸認為它有問題 已經一段時間了 所以趁這個時候 我們來做一個 就是說它的那個 它的槓桿能力出事的時候 趁這個時候 然後把這個病灶 及早的來醫治 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好 來 廖老師 很快聽一下你的意見 中國大陸 2019年GDP 14.34兆美元 但恒大整體負債 才3050億美元 舊或是不舊 有舊的能力嗎 如果從數字上看 好像有 但是標普說 如果只有恒大倒閉 不會對經濟造成 系統性的風險了 那大家市場上嚇成這樣 是什麼意思 大陸怎麼會出手舊 大陸不想再被房地產 他們每一次在那邊叫叫叫 來控制 因為大陸已經認為說 他們的經濟發展 不能夠像過去一樣 依靠房地產的經濟發展 也就是說房地產不能夠 構成這個大陸經濟發展的 一個主要的成分之一 這個道理很簡單 因為房地產已經形成 大陸經濟發展的負面的功能 為什麼呢 因為它炒高了房價以後 它使人事成本 物價成本 各方面都升高 使中國大陸的競爭力 受到更大的威脅 如果說 能夠讓這些房地產 適當的都是降溫退場 不健康的 不理性的 都退場 土地釋放出來的話 那這樣的一個情形下 他們就可以供需 這個部分裡面 就產生平衡 低價只要一降 房價只要一降 對大陸的競爭力 恢復更大 所以整體上來看的話 大陸反而 它沒有 它不但不會出手救 它還會讓它再降溫 現在是有一些地方政府 怕得要死 因為很多地方政府 當初抄帶 它怕爆出什麼狀況來 所以現在的情況是 中國大陸也可能利用這個機會 再把一些地方政府 的這些首腦 這些他們本身 有跟這個地產公司 掛在一起的 也把它清一清 因為大陸貪官物力 一直在抓 沒有停止的抓 也就是說以習近平 只要在任內 他不會容許任何貪官物力 跟我們台灣不一樣 台灣貪官物力很多 大陸沒有貪官物 不是沒有貪官物力 他們不停地抓 一直抓 只要有一天 習近平還在 貪官物力就會一直抓下去 你想想看 貪官物力抓成這個樣子 這個全人類史上 從來沒有見過的 然後在這一次的房地產裡面 我倒覺得 對大陸來講是健康的 但是對投資客來講是嚇死的 是的 的確 這受到了很大的震盪衝擊 台灣在明天股市一開盤 你就知道了 明天 對因為要恢復交易 不過呢 大陸當然現在也積極的吸引說 外資能夠更加的投入 然後但是呢 在美國現在呢 有人就說 這個總統拜登 是不是根本都在睡 因為呢 有一件事情 這個介大使 你看這個 真的很棒 全素人太空人 組成的這個 Journey 這一趟旅程 太空的旅程結束了 然後呢 安全的降落了 也為這個兒童研究醫院 募得2.1億美元 這是很大的一件事情 但是網友就說 為什麼拜登都沒反應 然後Elon Musk就說 他還在睡 他在睡 對啊 我覺得這是一個科技發展的一個空 就是一個空隙 因為政府的角色 是要做這個制裁 他要去規範 所有這些人 就是說社會的行為 這個應該是一個社會行為 當然這些素人 我看到報導 他們大概受了6個月的 這個太空人訓練 可是夠不夠呢 你在NASA會6個人 6個月就可以架一個 就架一個太空船上天嗎 對不對 所以你NASA應該 你有你的標準在 那今天沒有錯 這是一個新生的一個行業 好了 新生的一個產業 將來就是載人 私人公司做載人太空船的服務 讓你再付得起錢的人 到太空去玩一玩 這是一個新產業 可是你新產業 你應該有新標準 你知道在美國發展 任何新產業的時候 它的標準都寫在 它產業發展之前 也就是說你今天要 設計一個飛機的話 那個是在寫各種安全標準 各種手冊的 那個標準常常是走在 你這個產業之前 那這個 這個就是說馬斯克 我想他會提說 拜登是在睡覺 也就是美國這個 目前我覺得 他們的行政部門的那個 整個的那個敏銳度 跟他對這些新生事物的 他的關注 而且不夠 因為拜登事實上上台以後 真的 大部分時間 我覺得都是焦頭爛額 那這些部分 他是沒有在做 他應該要去怎麼樣 要叫NASA寫一個 民營的太空燈 太空計畫 他各種 不管你太空人訓練 你的太空船 你的太空艙 然後使用這些 軌道的這些 都要有一個標準 而且這個標準 他要拿到國際相關的組織去認證 因為在太空上有太空法